主祝福我们 我们下午有这个侍奉粗练课程 如果你有心可以和我们联络 可以提升在例子角 我们今天的信息是说到 对人有爱心、欣赏和建立人 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之后 我们的果子是什么呢? 一方面是敬拜神、亲近神 另一方面是爱人、祝福人 这是基督徒的很重要责任 所以在《马帝福音25章》说到 审判的时候说到什么呢? 绵羊、山羊 绵羊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神所喜悦的 山羊没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是进入永营的 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个责任 去祝福别人的 而耶稣鼓励我们 就算把一杯凉水给一个熟基督的 都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基督徒应该做 也都是时时会做 不过做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发生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人是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上了天堂 就没有问题的 服事就没有问题的 但在地上的时候 总是有很多人制的问题 有些人是难帮的 有些人容易发脾气的 有些人的口的说话 有很多问题的 所以会造成在侍奉和弟兄姊妹交往的时候 都会发生一些困难的 我们今天就说到我们如何留意这些困难 然后我们如何建立有爱心 能够欣赏人 建立人 让我们所做的不会叛倒人 教会周时都会有些人被叛倒 这里说到首先是一些图 接立人 看到人有需要就帮助 彼此切实相爱 也都救人和建立人的灵命 神就欣赏和赏赐 其实这个是很简单 不过往往很多人在帮助人的时候 是有很多激气、猛症、怒嘈 很多不开心的地方 也有时会散发出一种猛症 其实有时来自我们里面有些猛症 所以容易影响人 也都是我们接受不了人的罪性 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神的荣耀 还有人心被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碎囊 释透 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接受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跟我说 这个人很难顶 他做的东西很难顶 就因为他是人 有罪 但是我们有时就是 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 觉得很难顶 其实我一样看到这些人 不过我在心理上 我真的听到人的问题 我是不会发怒 不会很激气 因为我相信接受人是有罪的 有问题的 所以我听到的时候 我即时就想到什么呢 我怎么去帮他 我怎么去祝福他 也在跟他沟通的时候 我感谢主给我这个接纳的心 所以很多人就算告诉我 我犯了什么大罪 做了什么错事 我不会去 首先告诉他 有没有搞错 做完这些事情都可以的 反而我就会说 有什么原因引致你会这样做呢 这件事怎么影响你呢 怎么处理呢 我会用这个角度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有什么原因 可能他受的伤害 他的激气 他的内心世界 有什么原因 然后他产生什么问题 又如何处理呢 首先说 就是弟兄姐妹之间 是真的可能有的问题 第一就是 轻看人 轻看神精巧的创造 不过我们看来 又不是很像精巧 看来好像 很多问题 怎样会那么麻烦 所以我们不觉得他精巧 他是精巧的 但是我们看到他有很多问题 事实上有很多问题 人是需要被神改造的 但是在过程中 我们是比较难接受 为什么如果神创造 神更新他 拯救他 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呢 这个就是 我们需要接受 但是同时 我们看到一件很奇妙的事 就是神的工作很奇妙 他真的能够将那些很难搞的人 改变的 不过过程是需要时间 需要很多耐性 很多爱心 很多帮助 很多辅导 你不是一定要做辅导员 辅导就是说引导他 你发觉这个情况有没有影响你 会不会令他不开心 有没有破坏你生命 一直引导他 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改变 有什么方法改变 这个就是我用的辅导方式 用引导 让他由这一点 去到这一点 逐步逐步引导他 让他知道你的问题 然后你想不想改变 有什么方法改变 你想不想有更好的方法改变 那你又能不能做到 一步步地提升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辅导方式 发觉有些就算很有问题的人 都可以改变 其实在我训练的人中 有些人真的很有问题 他有很多情绪 其中一个是他有很多问题 他有婚姻破裂 他又整天情绪化 有产后抑鬱症 又赌钱 赌钱 这是女人 他有很多问题 他信了耶稣之后也是有问题 在另一家教会 他看到我的课程 因为我的课程是开放给任何教会的人 我们也不会叫他走 不会离开他的教会 他来到我里生命改变 接着他回到他的教会 他一直影响那些人 整个人都改变了 就带不同的人去到他的教会 信耶稣改变 即是他本来 甚至他回到教会 还是赌钱的 我们逐步逐步提升他的生命 这个就是 神就是改变一个人 这么多问题 可以改变 也有不同情绪的人 有一个他不能够跟人交往的 但是他来到我们当中 他已经开始交往 并且他还关心人 他昨天还下雨 去探望一个人 在医院里 那个人告诉他很辛苦 他去特意去探望他 这个都是他的爱心的突破 以前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人 我们对人很多时候也没有耐性 帮给你都不改变 这件事我们经常都发觉是这样的 其实也有很多人找我 今次的问题 下次又重演 那我们怎么做呢 有些人就说很难受 但其实我们就交个波给他 你有没有做过什么 有什么困难 为什么不能改变 你想不想改变 你想改变可以做什么呢 你少少进步都欣赏自己 你少少进步慢慢进步 进步就一直进步 就是说我接受他 不会一下子改变了 但是我逐步引导他 这样的时候神是要的 但是有些人就说 哎呀 邦极你也是这样 真的很耐烈 甚至有些侍奉人员 几个人聊天 哎呀 这个人真是难受 邦极也是这样的 哎呀 真是想放弃了 那神不是想我们这样的 神是想我们一直有一个 怜悯的心有耐性 因为帮人真的要耐性 有些人很快帮的 真的 我见过有些人很厉害的 很快手的 有一个最近 其实有很多故事 因为经常有人问我 她是她的姐姐 在很远老 有很多问题 有情绪问题 有邪灵问题 哇 一堆问题 她就完全不懂 她就在网上看到我的影片 然后她就找我 我约她 来我们的会所和她聊天祈祷 经历圣灵 接着我说 你怎么带你的姐姐 怎么祈祷 她说她以前帮她 她是常常骂她的 总之是负面的 但她今次带她 如何爱慕神 享受神 她的姐姐完全改变 她今天会在我们下午的 课程那里分享 我也觉得很神奇 她一次而已 一次整个人改变 也懂得帮人 原来有耐性 神是祝福的 还有有些人就是 说得不停 整天都是 很多东西说的 总是想说她的 这其实是有些问题的 她总是不会听人 总是好像 抢了那个说话的机会 我也见过不少这样的人 这也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或者是不尊重人 心中有些怨恨 因为你这么坏 那么坏 另一个很容易就是 说闲话 这件事情 我们真的需要很小心 就是 当我说任何人的时候 我立刻想 我是否祝福他 是想帮他 我们可以 说一个问题 有时 你们中间也有些人跟我说 这个人怎么帮 这个人有这么多困难 我就会好奇 听到他的问题 我们想想怎么帮 我就不会说 有没有搞错 这么坏人都有 这个人 踢了他出局 我会这样 也不会猛争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说的说话 我经常这样想 第一 我们说人的说话 要想着 如果这个人 站在门后面 刚刚听到你说话 他会不会说 你说得很公道 很对 是你有爱心 这个你就说得不是说闲话 但如果他在后面 听到你说话 哇 你这样说我 原来你这样看我 原来你这样看少我 这样你就是说闲话 所以我们说人的说话 总是心是怜悯 而不是说 哎呀 真是难受了 而帝兄姐妹之间 是很容易 其实很容易 开完小组 或者聚会员 或者大家几个人 聊天 跟着两个走 哎呀 这真是坏 有没有搞错 这个人 这样做也行 这样说话也行 我想大家都听过不少这样的说话 就是不知不觉之间 就会说闲话 这些全部神都听到的 在审判的日子 我们凡人所说的闲话 都要句句公出来 因为要凭我们 定我们为义 也定我们为有罪 所以我们就小心我们的口 因为这些闲话 往往就会走回原来的来源 接着就会搞很大一件事 也有时候我们说话 因为心里面猛烈 就会说 有没有搞错 撑你不信 哎呀 很难撑你 这些说话 都是我们人与人之间 很容易 有些人说 哇 整天都这么温和 很假的 如果你本身不是温和 那你假的 假的 但如果你真的在心里面 怜悯人 不假的 神就喜悦 如果你的心根本整天都 整天都怜怜怜怜怜 那真的就很假了 你真的做基督徒也很假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不会觉得假 而是说 我们真心 从心底发出 去祝福人 好了 首先就是 为什么人有时候 会缺乏爱心 很少欣赏人 和建立人 为什么人会这样呢 因为这个世界 是人越来越变得 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忘恩 身负业 背了敬虔的实意 人就是有很多问题的 我们也受到社会影响的 我们周围的人 是会受到影响的 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 他在我们群组里 发出一些信息 真是有些刺相性 我说 我们不要说这些话 好吗 我跟他说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的职场 是这样说话的 我说职场是这样说话的 我说我都在职场 我都在一个医院做阮目 那些人说话也有很多问题 但我总是用温和的方法 他说什么都好 我都是温和回应 不代表在职场 一定是这样的 当时我也是 因为在医院做阮目 支持我的事奉 在教会上开教会 所以没有经济 我就在医院工作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跟从世界人的方式 不要学了他的模式 而是时时都是关心人 祝福人的 人不想欣赏人 或者建立人的原因 为什么呢? 第一就是自卑 怕别人比自己强 我帮他 他越来越聪明 我欣赏他 我欣赏他 我欣赏他就是我没那么聪明 我们很容易会这样 比如我们做类似的事奉 比如说 假设敬拜是这样 自己敬拜应该很厉害 他更厉害 那你很难欣赏 你敬拜很厉害 好像觉得你敬拜很厉害 我就没那么聪明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竞争的心态 觉得自己是自卑 不敢欣赏人的长处 其实欣赏人的长处 更加显出你的生命是伟大 第二 只是想自己被别人强 有竞争的心 要聪明的人 第三 就是缺乏怜悯 或者提升人的心 就是他心中没有怜悯 就是想着我想要什么 其实很多人在侍奉 就是想我如何得到人的尊重 我如何做到大事 而不是想到我可以兴起人 其实我们侍奉就是兴起人 所以任何时间我们兴起人 就是神的工作 那么怜悯就是我看到人的问题 我们就怜悯了 其实我真的遇见很多人 跟我说到关系侍奉 都是说到人很难受 所以他心里面就有一种奋恨 而不是怜悯了 其实我越看到人的问题 我就越怜悯了 不过我又会分辨 我会分辨 这个人有破坏性 那我如何小心处理 如何小心帮他 但也不让他影响群体 那这就是智慧了 但我跟他相处 我不是会踩他 而且例如我说到婚姻辅导 我很多时候也做婚姻辅导 其实两夫妻都有问题的 通常男性都是 不会回应对方的感受 没有感受对方的感受 只是说到事情 只是想对方如何改变 而女性很多时候 就是情绪不被接纳 对方不听自己 于是心就很猛烈 就很不开心 不开心就会情绪化 就会容易爆发情绪 和容易很重复的 啰啰啰啰 两个其实都有问题的 有时有些人很容易就会这样 都是你坏了 你有没有搞错 你这样对对方 只是说一方面 在我辅导的时候 我永远不会这么说 为什么呢 我说我明白你 为什么你会想这么做 因为你的心里有很多情绪 对方没有聆听你 所以你会不开心 所以你会这样爆发出来 就是我说出他的原因 但我不是去定他罪 另一个 他又经常都很情绪化 所以你又不想跟他聊天 你又变成了 不懂得怎么回应他 因为回应错了 他又发脾气了 所以你又没有回应 我两个都看出 所以有些人 尤其是男方 因为通常女方 他们通常说出问题比较多 那些男性就会跟我说 真的有人跟我说 你是第一个接纳我的牧师 因为很多牧师跟他聊天 或者基督徒跟他聊天 都是说他不好的 但我是接纳他的困难 我接纳他的需要帮助 这就是我们能够有智慧去怜悯人 第四 就是不明白个人是肢体同心建立神的家 就是肢体中有软弱的 我们都一起建立神的家 第五 就是不明白建立别人就是建立自己 就去踩人 不相信我建立人 其实就是我自己生命更加提升 我们越建立人就越提升 很感谢神 神为我开很多路 最近我去一个教会讲到 我一年去两次或三次 这个教会请我去讲到 但居然遇到一群人 他们总之是一些重要的传道人 刚刚就在那天出现 于是就为我开路 他一听我讲到 他已经跟我说 他说很实际 很有帮助 听完很有共鸣 于是我们大家谈 他就跟我一路联络 这个星期尾 我就会出发去宣教 这个都是神为我开路 就是不同的路都开的 当你有这个生命的时候 你就自然神就为你开路 也很多时候自卑 觉得自己 都是没什么用的 所以对人有惧怕 畏缩 不敢向前去 不敢去帮人 也都怕人比自己更好 怕人一说话 就是其实他在踩我 很敏感的 这些都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好了 神吩咐我们对人有爱心和欣赏人 首先神自己就是 他每一样叫我们做 他自己做了先 他是无限的爱心 大家有没有留意 其实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次数有多少呢 其实我们任何时间不能够 尽心爱神和爱人如己 已经是犯罪了 没有规决神的荣耀 或者我们任何地方缺乏信心 会有烦恼 是犯罪 都是罪 其实我们一天 有多少时间是尽心爱神呢 你有多少时间是全心爱神 听了神话和爱人如己呢 事实上是没有的 不过神仍然如此有爱心 神就是如此接立的 彼得将要否认耶稣 耶稣说 我因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劣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经过你的弟兄 让我们看到耶稣那种接立 他说了他要否认他三次 他不是摸着耳朵 有没有搞错啊 彼得你听我讲道说这么多 你知道我基督是永生神的义 你都会否认我 你今晚会否认我 你快点 首先你要悔改 但是耶稣只是告诉他 我因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劣信心 叫你回头以后要经过你的弟兄 耶稣不是鼓励他去否认 他想他不要否认 他提醒他 不过结果他也是否认 但是耶稣的心就是接立 就是耶稣有无限的接立 我们想到我们的亿万次 亿亿亿亿万次 我们怎样不听话 神都依然感动 所以每一次我们圣灵感动 很多人就会在这个状态 哎呀又坏了 真是坏了 真是不敢见神 不敢祈祷 真是有这种情况 但我们应该这样说 神真的很有耐性 他这次又带领我回头 我多谢耶稣 我一悔改 天上为我欢喜 所以我又可以欢喜 这个信心 都是我们应该建立的 就是我一悔改 神就会欢喜 我一为神做什么 神就会欢喜 那我们就会 侍奉和做人 敬拜神 亲近神 全部都开心的 多谢耶稣 有帮出人又开心 整天都开心 大家是不是这样呢 有时就不是这样 很多猛烈 于是便积传很多怒气 于是便侍奉便无力 于是跟人相处便容易发猛烈 很多时候我辅导夫妻 我就教她如何用 柔和的说话 爱心的说话 恩典的说话 就是我爱你 我看重你 我关心你 我愿意帮助你 我愿意聆听你 这些恩典的说话 也有柔和说律法的说话 就是说 有个问题 我们如何处理 我们如何一起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是否可以改善沟通 如果我说话的时候 我希望你也感受我的感受 这些是引导她 如何和我们沟通 这是柔和的律法的说话 不过我说完之后 我叫她练习 我说你们两个试试试试 接着她说什么 她做不到的 她经常都做不到的 立刻已经指控了 这边说完不要指控 指控是最伤的 这边说完之后 又说 哎呀 好顶她不信 她说哎呀 就是这样的 口一出了就是这样的说话 因为根本 心就是这样 亦没有学习处理 我是高度处理的 大家多看网上弥牧师 YouTube弥牧师的影片 你看到我说各方面 我都处理生命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神会提升 每一个人 我可以大大被提升 我不想浪费了神的计划 我不想浪费我的命 我想我每天都活得这么丰盛 我希望大家都这么想 个个都可以活得丰盛 但我们越是有这些东西 就很大折扣 你少少的猛争 可以将你的侍奉 本来有这么高的 去到这么少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难了很多人 很多人对你抗拒 所以少少的猛争 可以造成很大的破坏 圣经吩咐什么呢 你们彼此相爱 众人只要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 这里讲到耶稣 耶稣给我们有爱心 所以我们彼此相爱 那到底人是否看到 我们基督徒很多爱心呢 是会有的 不过我都听过不少基督徒跟我说 我很大的伤害是在教会发生的 甚至有些是传道人给我的 有些是组长给我的 所以我们就要小心了 到底我们是爱心 还是我们说话的伤害 有时他做错事 他做错事有些人就说 你很难受 为什么会这样 有些人就会被教会很强烈的指责 以致他就会抗拒 但是我们就引导他 你觉得你做的事情是怎么样 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 如何影响你的内心 你觉得这件事如何处理 你可以用引导的方式 用提问的方式 如果大家学到这个方式 你帮人就会有爱心有耐心 但是困难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里面没有这种耐性 一声就出口 立刻就是伤害性说话 因为里面缺乏神的同在 缺乏神的怜悯 也缺乏接立人就是罪人 正如我们接立自己也是罪人 欣赏神和欣赏人 这个经文是很特别的 凡是真实的 这个字其实真实也翻译是真理的 凡是属于真理的或者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 有什么德行 有什么清诈 这些事你都要思念 其实每个人都有好的东西 很多好的东西 我们就欣赏了 即使弟兄带领敬拜 两夫妻带领敬拜 我也觉得很投入 其中有一点我留意到 在她敬拜園的时候 她太太一直弹一个音 大家记不记得 那时候很棒 其实很欣赏你 哈利路亚 我们都是 每一个人 Irene做这个活动小组 祝福你 祝福你 哈利路亚 即是有心 我又看到同工有计划 这些新的计划 又说有服侍时间 这些新的计划 多谢天父 是值得欣赏 是吧 思念 我们欣赏的时候 我们就会配合 任何好东西 就不要说她都不够好的 有些做得不够好的 做得不够好 下次改善 你就一起帮忙 就不是去批判 这个就是 总是数一下人的好的东西 看到她好的东西 我就欣赏了 她每一次见到我 都叫她的儿子和我溝通一下 尝试她的儿子和我溝通一下 这是好事 其实我看到很多东西 我都是觉得欣赏的 觉得是好事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圣经文也说到 对于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方法 警戒不守规矩的 勉励灰心的 辅助软弱的人 我们是需要警戒 不过警戒 不用骂到她一样的 例如有些人打儿子 我不是说你这样做 不过我真的见过 有些人打儿子 是把她一生的怒气 打到她的屁股上 就是她的愤怒 全部打到她身上 她觉得这样 就发泄 但根本她不会改变 她会更加憎恨 更加反叛 所以警戒不代表 你骂到她的一只人 而是说 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做出来 对人有什么影响 对你自己有没有影响 会不会破坏神在你生命的计划 会不会令到人对你没有信任 他知道的时候 他会有动力去改变 也会勉励灰心的人 灰心的人 有些人 常常都是灰心 所以需要勉励 你有进步了 这个方法是神教我的 不是我作的 因为圣经讲到 一杯凉水给一个小枝 都不能不得赏赐 就是小小事 神都纪念 神都赏赐 神都欣赏 所以神欣赏小事 我们都欣赏小事 所以我又鼓励人 不仅欣赏人的小事 自己的小事都欣赏 我今天有帮人 那有神 不是骄傲 不要搞错 不要骄傲 我很聪明 不是聪明 是神改变我 我听话 那有神 我今天有帮人 神就欢迎你了 多谢耶稣 你可以欣赏人 欣赏自己 既然圣经说了 他会欣赏 我欣赏也不是错 但是我们都承认 我是有做得不够完美的 我不是完美 不过我又尝试做 神又欢喜 这个人将一杯凉水 是不是他整个生命都好了 其实不是 但是神都欣赏 那个瑟利去到圣殿祈祷 不敢望天 只是随空 求神开恩可怜 他是不是好了 未好了 不过他是算为宜 神整个天堂会欢喜 所以神不是让你好好才会开心 这件事跟人很不同 人就要你 你一样好 还有很多未好 所以你不要这么骄傲 你还是有很多不够 这个人总是会批判人够好的地方 我们就学习了 他有进步 就是欣赏他进步 不要说你还有很多要改变 不要说那样 只是说他现在的进步 我欣赏你 我亦都告诉自己 有些人就这样说 我是有进步 不过我还是祈祷无力 我还是有很多问题 那些你就会逐步提升 你今天欣赏自己的这些 那你就会改 一样就改完第二样 又改第三样 如果你总是说 哎呀我还有一些未改 那心总是会觉得 不够好 是会不开心的 所以我们不要制造 不开心的感觉 不要制造灰心的感觉 是勉励别人 也都勉励自己的 以及附助软弱的人 跟他一起附助他 好了 神也都吩咐我们善待人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听到人的问题 我们都会关心 有时有些人都跟我说 他的情况 当然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 不过我的确 在过去这两个星期 我有去探医院 这个不是我主要的侍奉 不过我看到他很困难 我也有他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跟一个人 他又是不认识我的 他不是打电话给我 他不是打电话给我 他是传了WhatsApp给我 说到他的困难 接着我就打电话给他 打电话给他 接着我就说我现在会来 他即时就哭 他即时很感动 很谢谢你 这个就是我们 真的去有顾别人的事 当人很困难的时候 我们立刻去关顾他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因为耶稣就是一个怜悯的心 这样神就喜悦你 神喜悦你 你的生命一定提升 一定祝福你所有的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一杯粮水我们先说 属基督的 就是说明做在基督徒身上 或者你做人身上想他信耶稣 所以这个主要是一个 不是单是做普通的善事 是做这个善事的时候 是帮人信耶稣 或者帮助基督徒的 而圣经是说到 做在主的身上 就是做在耶稣身上 就有永远的赏赐 但是没有做在主的身上 就是没有做在耶稣身上 是去哪里呢 是永刑的 当然这里说到是完全没有做 就是说他生命完全没有 因为真信耶稣一定会有改变 如果他灵改变的话 他的信心是死的 他是不得救的 我希望这里当中没有人是这样 我希望将来去到审判台前 神会对你任何一个说 你完全没有做在我帝兄身上 有些人会这样说 我曾经做过 不过现在少做了 不过曾经做过 我们应该是那个生命持续的 你持续是有怜悯人的心 也有悔改 信靠耶稣 跟从耶稣 也有怜悯人的心 就是你有神的生命 如果完全是没有的话 就是没有神的生命 其实我看到你们 我很深信 你们这里每一个都是得救的 都是在改变的 不过我们每一个在不同的路程 我们继续进步 不过我试过去那些群体 我觉得他们中间有些人 真的可能是不得救的 我试过在一个教会问他们 你有多少个祈祷 在回家会祈祷 三分之一的人举手 我真的听到 我鼓励他们祈祷 但是我有点担心 很多人就这样习惯性回教会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只是回教会 而是我们真的做在人的身上 时时想想我有什么可以做 你越是有心去做 神就为你开牢 你就做得更多 然后是接待一个小子 就是接待耶稣 然后如果叛倒人 就会不如把一个大磨石 删在这个人的颈项上 沉在深海里 耶稣很少说得这么严厉 但是你叛倒人 就是耶稣看重我们 又没有叛倒人 叛倒人可以有时 一下子的怒气 我搞错 我说我不想跟你聊天 或者是封了人 封锁呢 我也有封锁的 有些人真的不断犯罪 不断说攻击的话 一直完全不肯沟通 我觉得真的浪费了我的时间 我就跟他警告 我说你再这样攻击 我就会封锁 他也是攻击 我就封锁了 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普通一个人 他多差得我都不封锁 因为我们不想叛倒人 或者任何的说话 还有有时的表情 就是有时 一下子的表情 人是收到的 人是收到的 我们是很透明的 我们的样貌 其实没有开心 就已经是一种负面的信息 就是你里面 没有一个接立人的心 好没有反应 都已经是一种的信息 所以我们其实是透明的 透明我们只要留意 到底我对某一个人 有没有一种怨恨 负面 如果有 那件事迟早会出现 所以我们就留意 我们会不会 对某些人的心是不喜欢的 我们需要处理 那你发觉有 你就祈祷 认罪 求神赦免我这个罪 然后帮助我去祝福他 接纳他 这个人可能受了伤害 所以他会伤害人 他一世都受了伤害 有好自卑 很多问题 所以他会伤害人 我接纳他这个情况 我就会祝福他 为他祷告 也都求神 帮我化解这个怒气 无论他有多差 我无权去怒他 因为我怒他 圣经说到 骂人是拉家难免地獄的火 骂人是蠢材 没有用是可以难免地獄的火 凡向地轻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所以我们都真的小心我们自己的生命 有没有叛倒人 好了 我再说 怎样有爱心 欣赏人和建立人 第一 一定是从神有关系 上在耶稣里面 耶稣上在里面 我们就多结果子 一定是从神的生命 不是只是回来教堂敬拜 而是每天都要亲近神 也都用更长的时间 整天都赞美耶稣 耶稣你真好 我愿意把生命给你 我愿意欢喜你 我愿意放下苦毒 有苦毒是很难帮人的 苦毒和畏缩 我心里面对人不接立 就很难帮人 生命就会退缩 但是在心里面 整天都化解这些不好的东西 化解这些 在里面那些不好的感觉 被神去冲走 大家在祈祷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要顶住呢 有没有不好的感觉在那裡 我们需要化解的 譬如有个人对我们不好 他不好 我不需要拿屎上身 我化解 放手 我接立他 他就是这样 我于是祝福他 我化解里面的怨恨 即是神在里面 我们就多结果子 包括人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折制 在里面就有很多圣灵的果子 但如果没有的话 就会好像枝枝叼在外面 枯干人 拾起来轰烈烈烈 如果心里面总是积传愤怒 一直怨恨愤怒的时候 可以在罪中离开神的 那怎么可以真的对人好呢 就是善人 从他心里所传的善 就是传满 装满善良 神的同在 于是我们就很自然地想祝福人 很自然地想去帮人 这个就是善 在心中 那你的心中是有多少善良呢 还是有九成善良都很好 又有一成的愤怒 都挺破坏性的 所以你有一成的怨恨 现在香港社会有一个愤怒 因为政治的对立 我不是说哪一边 我只是说他是哪一边都好 我不用生气他 他有原因他在那边 是他的问题 或者是我的问题 就是我们不用对立 不要让这件事成为你的愤怒 但有些人是很愤怒的 一听到这些就 想骂的 想打的 也有一个人 在网上联络我 我请他不要传这些讯息 他跟着电话 捞到我一只 我说你可不可以让我回应一下你 他一直说一直说 因为他里面充满愤怒 我说你一直说 你有没有发觉我一直都很平静地回答你 我没有向你生气 但你有没有发觉你的声线很大 我声线很大 不过我不是在生气 其实就是愤怒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缘故而造成愤怒 我们接纳 他是这样想 由得他 也改变不了 你有没有发觉改变不了 也不要尝试去改变 不用改变了 所以我们心里多装一些善良 不要装一些愤怒 因为那些愤怒 是会令到有些人很软弱 而那个动力 我们怎样有动力去祝福人 整天都爱心呢 我希望大家记得 我以前也有说过 因为神充满爱和大能 他什么都能够做 所以我听他说他一定祝福我 第二就是他很爱我们 第三 我亲近他、遵从他、侍奉他 他一定欢喜、一定祝福、一定想辞 第四 犯罪不听他说一定有破坏性 那你想破坏一定是想祝福 你想祝福 那动力就去亲近神 很多基督徒就觉得 我犯了罪 我骂了人 我伤害人 求主赦面便可以 但求主赦面 他的心都有 这个人都有根刺 已经有根刺 所以每一次我们伤害人 那根刺就在 尤其是夫妻 一天一根刺 一、两天一根刺 一、两天一根刺 千万根刺 已经有很多怨恨 所以我们首先化解我们那根刺 不需要计较 这些事情 没所谓的 不死的 神会给我的 我就会祝福他 反而自己更加开心 更加有改变 所以我们就知道 犯罪 就算悔改 都一定有根刺 一定有破坏性 破坏人和人的关系 破坏自己的内心 无平安 破坏和神的关系 神知道这个人不可靠 神真是有爱的人 但神不会信任这个人 圣经说到 阿伯拉罕 神怎么说呢 我要做的事 豈能不告诉他 就是因为神真的接纳他 他是朋友 神是不是对你这样信任 当你有心服侍神 神就信任你 也都是不要论断人 因为必被论断 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因为我们定人罪 一定被定罪 遥恕人 就一定蒙遥恕 还有吸人 这个吸其实 原文只是给的 就没有说到给人 还是给神 所以两个都包括 不过一定包括给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后面说 用什么量器量吸人 就用什么量器量吸你 所以那个是包括给人 和给神 奉献和给人的 当我们愿意乐意去奉献 和乐意去给人 祝福人 有人有需要的时候 去帮助他 这样呢 神就用十足的星斗 连遥大岸 上尖下流倒在你怀里 你用什么量器量吸人 就用什么量器量吸你 所以你越是祝福人 神就更加大大祝福你 好划的 真的 从来没有一个投资是这么划的 在世上的投资往往是会失利的 但是在神里面的投资 永远都是永远的赏赐和祝福 那我们都学去尊重 欣赏基督徒和侍奉人缘 任何一个都欣赏 他们都是神的受高者 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是受高者 尊重他们有圣灵内住的带领 尊重他们 欣赏祂任何被神改变的地方 欣赏祂为主做任何好事 祂有做 祂有帮人 感谢神 祂有进步 感谢神 虽然祂还有很多不好的事 不过不要紧 祂有好的就欣赏祂了 由祂身上学习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地方 你可以学习的 欣赏祂 为什么祂会那么有喜乐 那么有力量呢 欣赏祂了 祂有做错什么事 我们都要遥述 而且也揭力保守圣灵所致合而为一 其实原文 中文和合本翻译就是 揭力保守圣灵所致合而为一的心 在原文是没有这个心的 是保守这个 unity 这个合一 这个合一这个事实 不是那个心 保守这个合一的事实 不过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的教会 很多不合一的 就是分开的 接受圣灵 不接受圣灵的 有不同的神学的 我们就揭力保守 当然有些我们不能保守 但是有些是可以的 我们都可以保守 起码在教会里面 我们就保守这个合一 任何我们看到的基督徒都接受他们 就不要去挖他那些不同意的地方 他就算是不接受圣灵的工作 不要紧的 我们的生命 让他看到圣灵的好 这样去改变他们 不用常常去挫他 去说服他 这样的 我们就保守这个合一 尤其是教会里面更加保守的合一 那又再说回这些经文 劝弟兄警戒和勉励 辅助忍耐 到底怎么做呢 就是体率和怜率怜悯人 感受他们的困难和痛苦 听到他们的困难 就说 其实他有很多困难 很多痛苦 很不开心 我看出他 我感受 如果我是他 我都会觉得很惨 第二 劝道 人离开罪 就是带领他信耶稣 悔改 亲近神 尊重神 少用批判的方法 就是说 你这样做你就死实了 而是说 你想不想改善 想不想神祝福你 用一个引导的方法 帮他灵命提升 第三 引导和勉励他们信 靠神和从神得利 这件事我们可以分享 真的祈祷有力量 很多时候我会说要祈祷 我真的感谢神 真的很多次 因为我刚刚去过宣教 已经是一个短的 很短的 几个小时 但是当日 有三个人 我跟他祈祷 即时 平安、轻散、舒服、感动 喜乐 笑出来 我很感谢神 神的同在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我们不单指告诉别人 神可以经历 我们自己常常经历 你当你 其实这个是一定同生命来的 常常都欣赏神 常常都欢喜神 常常都赞美神 爱神 神的同在在你身上 我当日跟他们祈祷 我一站起床 接着我说了一些信息 我们站起床 一站起床 那个能力大到 我自己都站不稳 我感受到神的同在 我很多谢神的同在 我很感谢神 我又鼓励他们 你保持跟神的关系 你将来都可以这样帮人 所以我们 一定在我们帮人的时候 一定告诉他们 神的同在会祝福你 变成我们自己多祈祷 变成我们有能力 可以去为人祈祷 在基督徒之间操练 在我们下午的事奉 操练课程 我们每次都有做这件事 所以他们习惯了 他们都为人祈祷 带有能力 你们都是这样操练 那你就带有能力 你做惯了 跟基督徒做惯了 你跟非基督徒 都可以带着神的能力 去祝福人 当然有些人会不经历 因为他的心不开 但总有人会经历 接着就是第四 辅助他们 跟他们同行 跟进他们 就是为祈祷 很多时候我帮人 第一步告诉他们 神多好 接着我为祈祷 他经历到我 你继续跟从神 神就会祝福你了 还有欣赏他任何进步 少少进步 你有改进 你有祈祷 那就是神 就不只是说他 你还有很多罪 好了 祈祷亲近神是好的 好了 你处理一些罪 是非常好的 你想想其他罪 你怎样可以处理 用一个提问的方法 怎样可以处理 怎样可以进步 他一直进步的时候 就欣赏他任何进步 这样我们就是 用正面的鼓励 不是批判的 去推动他 第六 很重要的 就是引导他们 提升生命 进入神奇妙的计划 其实你每一个都可以 其实你们受过很多教导 你们受过很多教导 多过很多地方的牧师 你知道吗 有很多牧师 都没有你受那么多训练 不过 在香港好像少些机会用 所以你就好像 没有什么提升 其实在很多地方 那些牧师受的训练 比你们更少 我去到非洲那些帮他们 他们都说 你是唯一第一个来训练的牧师 其他只是带聚会 其实你有了这些 你就去行动 你周围的人 你就祝福 你找机会去宣教 你有心可以跟在我一起的 你可以告诉我 进入神奇妙计划 你的生命就高度的提升了 我们都学鼓励性的说话 欣赏的说话 我看中你 你是宝贵的 你是重要的 这是欣典的说话 也是柔和的 律法的说话 为什么很多时候就有问题 就是因为 讲律法说话的时候 有些东西处理 但是用粗老的方法 我们探讨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我们这样的沟通会不会好些 你可不可以试一下这样的方法 教导 教导也是说 如果你这样跟人相处会不会好些 这样聊天会不会好些 吩咐也可以说 你帮我一起去执教会的椅子 一起去侍奉 一起鼓励人好不好 这样去邀请他 然后指责也可以柔和 你有没有想过你做的事对人有什么影响 如果你这样说话 会不会伤害人呢 那怎么可以改善呢 这个就会减少很多教会里面的伤害 就是每一句说话 先想一想 先想一想 三思以后言 三思以后行 先想一想 不要这么快行动 这样的时候你接纳人 祝福人 你的生命就会提升 在这一会儿大家可以一起起床 祈祷你们跟着有福祈祷的时间 对不对 也可以有一路敬拜 那我就会和大家一起有少少祈祷的时间 但是跟着你们大家会继续的 我们一起起床来到神面前 多谢天父 我们都求神去帮我们反思 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 是叛倒人呢 有没有地方拦阻别人呢 伤害别人呢 讲人的闲话呢 心里面的猛争呢 是否需要处理呢 我们在神面前 首先去静默地求主赦免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都想到一些我们真是很难接受的人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去 遥恕他们 接纳他们 祝福他们 放下我们的奋恨 祝我们天父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充满爱 你充满怜悯 充满接纳 你爱我们 接纳我们 遥恕我们无限次数 我们很多次不听话 你都依然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多谢你 赞美你 多谢天父 感谢耶稣 耶稣你真好 因为神就是充满怜悯 充满爱 求主帮助我们学习 怜悯和爱 神就喜悦了 神喜爱连率 喜爱我们去怜悯人 超过一切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耶稣我爱你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我深爱你 神帮我们 将那些怨气 那些伤害 那些抑郁 吹出来 呼叫出来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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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法很多人用 真的立刻要喜乐 将那些不开心 叫出来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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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释放我们的灵 让我们平安 轻省喜乐 让我们开心快活 哈利路亚 将我们的怨恨 拿出来 帮助我们 反思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言语 都是祝福人 都是怜悯人 都是帮助人 伺便我们 喜乐平安 哈利路亚 有力量向前去 感谢耶稣 靠着耶稣得胜 帮助我们 不要停留 在幼稚园的阶段 帮助我们进步 我们其实已经受的训练 和经历圣灵 已经很多很多很多 是绝对可以发挥的 绝对可以被神大大使用的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的圣灵 阿们 请接受主的祝福 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叫我们心里充满神的良善 充满神的爱 充满神的怜悯 让这个怜悯流露出来 去祝福人 真心帮助人 真心对人说好的话 真心关怀人 感受人的痛苦 真心去提升人的生命 多谢天父 神一定提升我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